千年古刹白水寺位于地乡湖北省早阳市吴殿镇内 后人为纪念汉光武帝刘秀而建 刘秀发迹于此地 最终建立了东汉王朝 天子真龙非白水 描述的既是刘秀故里的白水寺 白水寺建于吴殿镇西南狮子山 始建年代今天已无从考证 清嘉庆年间和1941年两次重修 1985年湘南市人民政府拨砖款全面修缮 白水寺庙古谷树木葱地 风景优美环景幽静 有大雄宝殿 刘秀殿 娘娘殿 宾器殿 观光殿 清龙井 龙井庭等古建筑 整座寺庙殿堂古朴典雅 雕塑精美 保持了原有的建筑格调 寺内古墓三天 门前十阶壮观 充满着浓郁的翻语气息 历代文人末客多来此游来复诗 历白由南洋白水奔石极座云 昭射白水园 湛语俗文书 鲍鱼家景色 江天寒清须 目送去海云 新鲜游穿鱼 长歌近落日 趁月归田如 风景区有著名景点 白水碟廊 蜜花园 光流寺 白水井 银纳池 白鼠寺风景名胜区 被列为香囊市集 风景名胜区 和外市活动参观点 先后被香囊市 湖北省列为重点文物保护档位 是湖北省3A级 风景名胜旅游风景区 湖北省列为重点文物保护档位 湖北省列为重点文物保护档位 地坡3A级 湖北省列为重点文物保护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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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